那因为这个有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 他用语音的方式留下来 那麻烦沈律师后灾现象 也帮我们听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的问题 希望可以也一并得到你的解答 我们来听一下 我想请问一下 这疫情结束以后 我们想到美国来玩 就是从大陆到美国来玩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来玩的话 是来看父母 用语签证来还是旅游用语签证 哪样用语签 我怕你说来看父母的话 他又说你有移民倾向又不行 如果来旅游签证的话 他们主要是想自驾游 比较随意一点 比较好一点 跟到旅行团跑来跑去的也很麻烦 但是我就想问一下 就是说你是跟到旅游团来 用语签证 还是就是说我来探亲 来玩用语签证 就是想问 请你回答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你打电话进来 像这样的一个问题 到底用亲属探亲的方式来美国 还是用旅游旅行团的方式 哪一种简单呢 山春平 山律师 可以帮我们解答一下 我要不是律师 我听到这位女士的 我只有两个叫无语 为什么 但是我作为一个专业律师 我还是试着回答 这个我不用他这个问题 我不能回答他原因 就是说你在签证的时候 你应该有一个叫你的意图 叫intent 你真实意图是什么 你要跟移民官讲清楚 对吧 有一个叫do intent 就是有双重意图 因为我觉得最简单的意思 前段大陆很多人来生孩子 对不对 生孩子他实际目的呢 他真正目的是他要来生孩子 但是他申请监督 他就去旅游 对不对 这个你就违法了移民法里边 你真正意图是什么 你真意图要美国生孩子 所以后来有的时候呢 就建议大家就说来美国生孩子 招好医生户好钱了 反而可以牵出来 像这位女士问这个问题呢 我没法回答原因 到底你真实的到美国来干什么来了 对吧 他第一句话你到美国干什么去 我建议你实话实说 对吧 你说想旅游就想旅游 你说我到美国去旅游 我要看父母就看父母 或者我又想看父母 又想去旅游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很多时候呢 我给大家忠告一下 我们这个在大陆来的很多朋友呢 特别喜欢藏着引子很多事 对吧 说话拐弯抹角 这个东西呢不好 我就觉得你在一密集签证的时候呢 他要求你两个问题 一个说你是短期签证 他是B2签证吧 又是旅游又探亲都可以的 你说我有父母 但是呢 一密集签证 你是另外一个问题 然后呢 你把你资金签证 你最重要的证明就是 你去美国是一个短期旅游 三个月要回到国内 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吧 你怎么能说服他 相信你能回来 所以至于你探亲父母啊 还是你以这个自驾游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 现在回答可能过早 我只能说呢 给大家一个警示 在这个申请签证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向移民官表示 你真的来美国的目的 而且短期来美国一定会回去 怎么证明呢 你去过欧洲很多国家 你都回去了 你到美国来过回去了 对吧 你要如果第一次这么问 我是觉得很难 能牵出来好不好 就基本这么一个情况 谢谢我们的申春平 申律师精彩的解答 谢谢